搭乘观光船畅游淡水河两岸风光进入眼帘 为了改善大台北都会区环境卫生 以及淡水河日趋严重的污染问题 台北市卫工处办理推动卫生下水道钢要计划 至今已经届满了50年 监测淡水河口以及水质也届满了30年 因此卫工处特别举办四合之亲三十有成研讨会 邀请历任长官出席 包括曾经担任公务局长的台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也出席致辞 勉励大家 我们随时知道水质的变化情况是怎样 然后我们再去调查说到底这个微染源是从哪里来 我们要什么去做这个决策 要做什么作物 这些大数据不只是污水下水道 以后我们的交通我们的其他社会福利 这个整个都会连在一旦 台北市卫工处与中央建设淡水河系污水下水道 系统已经长达了50年 投入了1710亿元经费 目前用户接管普及率近8成 完成超过2700公里的污水管缸 并且有迪化内湖以及巴黎三大污水处理厂 最多可以处理超过200万立方公尺的污水 规模全台最大 大部分的处理的等级还有它处理的这些技术 我们都已经达到了 那我们现在是希望说让台北市的普及率能够达到100%为目标 那这样子跟国际的这些城市包括东京啊巴黎啊伦敦啊等等的 我们才能够跟人家并驾齐驱 说大家能够来配合来接管 那有一些是因为建筑物的老旧啦 有些困难 但是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 所以今天有些研讨也在工法上的讨论 希望说能够在不尽量减损这个 民众这个建筑安全的条件之下 能够尽量的完成接管的工作这样子 这场研讨会会集进200位专家学者 共同分享研究成果经验 并且邀请食物经验丰富的厂商涉滩展示技术商品 公务局长林志峰表示 经由长期的监测数据来看 淡水河口水值改善与用户的接管率提升有关 也将继续推动污水接管 让大台北的民众共享干净无余的生活环境 记者曹灯华 采访报道